容情第24期 了解及照顾有情绪行为问题的孩子 日朗的故事 日朗是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 爸爸面对着日朗感到束手无策 日朗经常和姐姐发生冲突 上星期她又因为恨我赞姐姐测验拿满分 竟然将姐姐的测验卷撕囊 她又不听师长的指示 在家里又不自动自觉温习 应该怎样呢 今日日朗爸爸有机会遇见教育心理学家莫太 社工梁姑娘和班主任何老师 讨论日朗的情况 看来日朗爸爸对于处理日朗的情绪行为问题 感到好吃力哦 是的 有情绪行为问题的孩子是怎样的 情绪行为问题的症状可以分为外化和内化 外化的症状是包括一些具侵略性或者冲动的行为表现 通常是会较容易被师长发现的 例如在课堂上出位 发出不必要的声音或者尖叫 不服从指令或者规矩 同同学争执和破坏物件等等 而内化的症状是包括一些退缩的行为表现 例如沉默寡言 孤立或者不与人交往 对身边的事物没兴趣 屈门或者表现得不快乐 容易紧张等等 每个有情绪行为问题的孩子表现是不同的 他们有不同性质的症状 他的问题也有不同的强烈和频密程度 他们的情绪行为表现会持续地教统领的孩子有明显的差异 而且他们在不同的生活层面 例如学习、社交和家庭生活上都出现困难 触发和导致情绪行为问题的因素可以分为三大类 包括有生理因素、认知因素和环境因素 例如性情、遗传因素、青春期、荷尔蒙分泌转变 身体疾病和长期的痛症就是一些生理因素 而认知的因素就包括一些偏执的思想模式 以及缺乏决策、处理冲突和压力 控制愤怒、解决困难等等的应对技巧 环境因素就包括家人的关系疏离、缺乏支援或关外 师长未能给予合理的期望、父母的管教方式不一致、 凭背关系欠佳和受欺凌等等 而这几个因素是会互相影响的 要处理孩子的情绪行为问题 我们可以透过ABC行为功能分析 去了解他们的情绪行为问题背后的原因 ABC行为功能分析 莫太,可不可以详细解释一下? 好啊! ABC行为功能分析里面的A、B和C 分别是指前因、行为以及后果 我们会透过鉴定问题行为 改变有关的前因及或后果 值以切断问题行为的连锁性 从而培养恰当的行为 首先,我们要对孩子的行为问题 即是B,做细心的观察和详细的记录 例如,行为出现的次数和程度 然后,我们要找出A前因 分析什么原因引致行为的出现 同时,我们要了解 随着孩子问题行为以来的后果 即是C 尤其是孩子从中得到的好处 例如,莫得的关注或者物品 或者值机会逃避困难等等 正如刚才日朗爸爸你提到 日朗不自动自觉温书和做功课 每日都要爸爸在旁边督促 这样就是ABC行为功能分析里面的B行为了 至于前因,可以有很多的 例如,父母的工作时间长 有机会是日朗觉得父母不关心自己 他发现如果自己不做功课不温书 爸爸就会督促和陪伴自己 令到自己得到爸爸的个别关注 这样就可能强化了日朗的行为了 令到问题持续地出现 以上的例子 我很简单地解释了ABC行为功能分析的应用 透过找出问题行为的前因后果 我们才可以找到适当的方法 改善孩子的情绪行为问题 家长如何支援有情绪行为问题的孩子 面对着好像日朗那样有情绪行为问题的孩子 家长往往感到烦恼 就让我们看看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助日朗爸爸 我对日朗的要求很简单 希望他早点上床睡觉 勤力一些练琴 每晚自己执书包和专心做功课 但是日朗总是做不到的 我应该怎样呢? 要有效地制定行为合约 家长需要注意以下四项原则 第一 选择适当和可以达到的目标行为 第二 制定达到目标行为的准则 第三 配合适当的奖励方法 第四 检讨计划的成效 日朗爸爸 你要求日朗同时改善四个目标行为 其实是太多了 你应该每次集中改善日朗一至两项行为 避免于同一时间订定太多目标 在开始的时候 你可以定下教义掌握和达到的行为目标 让日朗容易点获得成功感 明白啦 四个目标行为中 专心做功课最为急切 日朗做功课的时候 他总是坐不定走来走去 就等我为他定立以下这个目标啦 做功课的时候要乖 要专心 要完成所有功课之后 才可以离开个位 制定目标行为的准则 必须简结 具体 可量度 和可达到 等日朗清楚知道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怎么做 还要确定他可以做得来 以来为日朗所定的目标来看 准则较为含糊和难于达到 怎样才算乖和专心呢 而且 你还需要考虑日朗 能够维持专注做功课 而不离开座位的时间 如果你将目标定为 做功课时 需安坐于座位上 达半小时才休息 就可以更加清晰明确 表达可达到的目标准则 以下有三个目标 你试想下 如何将它们变得更具体 可量度 和可达到 第一 要尽快拿功课出来做 第二 做功课时 不能走来走去 第三 妥善收拾东西 让我们现在逐个看看吧 第一 清晰的目标是 回到家里半小时内 必须开始做功课 因为尽快的意思太含糊 孩子未必可以掌握得到 反而为孩子规范时间 地点和行为 就可以令他们容易明白 第二 第二 不能走来走去 没有正面表达到目标行为 可以修改为 做功课时 必须安坐于座位上 目标行为和准则 就更加清晰具体了 第三 同样 妥善的意思太含糊 可以修改为 阅读后 能将书本放回书架上 这样要求就更加清晰了 谢谢 如果日朗做得好 我应该怎样奖励他呀 家长可以考虑用代币制度 或者计分制度 进行奖励计划 并且事先与孩子 商讨代币或者分数 可以换到的奖励 奖励未必一定是 物质上的奖赏 让孩子进行一些 他们喜欢的活动 例如带他去到公园玩 或者一起看戏 给孩子一个拥抱 或者口头称赞 亦都是有效的 非物质性奖励 当日朗做得对的时候 我应不应该每次都奖励他呢? 计划进行初期 你应该即时作出回归 去强化目标行为 当日朗能够持续维持目标行为之后 你可以逐步减少回归的次数 并且鼓励日朗作自我检讨 或者奖赏 梁姑娘 日朗偶然会在家里情绪失控 好像之前提到那样 有一次他妒忌家姐测验得到100分 竟然抢了家姐的测验卷 还将它撕烂 那么你要为日朗设定表达负面情绪的底线 例如不可以伤害其他人 破坏物件 或者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 在日朗发脾气的时候 让他时间冷静 教导他如何冷静自己的方法 例如深呼吸 放松自己和喝水等 如果有需要 在冷静的期间 你可以提供其他适当的方法 去给他表达情绪 例如在画纸上涂鸦 写日记等 等他冷静下来的时候 慢慢用心地去了解和分析 去发脾气的原因 家长应提醒子女要承担后果 并必须确实执行 例如日朗撕烂了姐姐的测验卷 他必须向姐姐道歉 并要尽力将撕烂了的试卷还原 最重要的是 不可以给日朗的情绪去改变你的决定 否则就只会鼓励他用情绪去控制你和其他人 并会增加他发脾气和骂情绪的次数和程度 作为家长 我还有什么需要留意的呢? 家长的辅导角色和接纳态度都很重要 你平时可以多点关心和了解日朗 抽时间和他聊天 和聆听他的心声 你也可以多点和他进行亲子活动 例如一起玩步跑和玩球类活动等 这些活动既有益身心 又可以促进亲子关系 在教导日朗的时候 我有时都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我应该怎么做呢? 日朗爸爸 我都明白你的感受 在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 你可以暂时离开现场 等自己先冷静一下 然后再去处理孩子的问题 家长需要自我控制 设计以路济老 其实我没有特别教家姐的 但是她总是比日朗懂事 日朗就很难教了 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 各有不同的性格 你不要试试将日朗和姐姐比较 那就可以减消她的挫败感 其实日朗都有她的优点 我们应该尝试欣赏她的努力 学校如何支援有 在学校里面收到三位科任老师的投诉 表示她上课时极不合作 经常大声说无聊的说话 又引身边的同学聊天 她又曾经在午饭时大发脾气 将食剩的苹果乱掉在课室的地面上 现在虽然日朗偶然都会和同学有 争执和闹情绪 但是她大部分时间都能够跟从老师的指示 参与课堂活动 嗯,我很高兴知道日朗在学校的表现有改善 何老师,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学校为有情绪行为问题的学生提供的支援? 学校会从不同的层面照顾有情绪行为问题的学生 包括全校参与 学校课程 辅导计划 小组训练 专业支援 和家校合作等等 学校运用全校参与的模式 全体教职员共同营造一个安全 健康和共用的校园环境 以照顾学生不同的学习和成长需要 在学校课程方面 我们会从知识、技能和价值观与态度 以一个整传的模式 强化学生的身心发展 协助他们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例如在小学的常识科 初中的生活与社会课程 和高中的通识教育科 都涵盖了有关成长转变 处理压力和健康生活模式等等的学习内容 目的是培养学生能够以正面积极的态度 处理生活上或者会遇到的挫折和逆境 除此之外 学校会透过个人成长教育 例如小学的个人成长教育 中学的生活课等等 协助学生发展个人潜能和健康的自我概念 学习积极面对挑战和解决问题 更加可以促进学生的群性发展 从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教育局也推行一些辅导计划 包括小学的成长的天空计划 和纪律部队为中学合办的多元智能躍进计划 推动中小学生命教育的 学生大事跳跃生命计划等 值以提高学生的抗疫力 从而能以乐观和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 有一些中学也参加了 共创成长路 赛马会青少年培育计划 PASS 透过全面的培训活动 加强青少年和他人的联系 建立健康的信念 达致全人发展 家长可以浏览教育局有关辅导计划的网址 www.edb.gov.hk slash tc slash teacher slash student hyphen guidance hyphen discipline hyphen services slash projects hyphen services 何老师 都有专专的团队 包括 辅导教师 学生辅导人员 和教育心理学家等等 会因应学生在学习 情绪 社群共处的情况 和需要 共同商讨 和推行适切的支援策略 例如 优化课室管理策略 安排蓬佩支援 订立奖励计划 或者提供校本小组训练 和个别辅导等等 还有 让他有机会发挥强项 和才能才是最重要的 日朗的意义力 和表达能力都很强 因此我特别邀请了他 协助筹备组会的短剧 和主持五间广播 他充满自信 表现得非常之好 日朗也都喜欢找尋 新资讯 于是我委派他担任资讯大事 在报章搜集一些有趣的生活常识 每周两次 将贴在课室逼部 和同学分享 他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日朗爸爸 你都不妨多留意 和欣赏日朗的强项和进步 在家里 可以被日朗负责一些小任务 好像是协助爸爸修理家具 在过程中欣赏他付出的努力和进步 给予具具体正面的回归 令他从中可以得到成功感 家校合作是很重要的 我们平日可以透过不同的方法 例如搜索中的通讯栏 会面 讲座等等 保持紧密沟通和合作 我们双方更加需要抱住一致的态度和期望 及运用一致的方法和策略 多谢你们,莫太,梁姑娘,何老师 今天我真是获益良多 我和日朗妈妈会在家里 尝试实行你们提出的建议 再见 没错 就等我们继续保持紧密沟通和合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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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